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捡到了男主的钱包 他们一摸兜,确实钱包不见了 便请他上来 一名乞丐大叔突然出现在眼前 为了表示感谢 翻出40英镑递给乞丐当作谢礼 乞丐大叔说 自己叫米格 米格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于是男主再次想的表示感谢后 有点不好意思的将门缓缓的拉上 轻轻挂上保险链 可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顺着猫眼一瞅 又是那个脏老头 男主不想开门 自己刚洗完澡 但米格说 自己给他带了礼物 那就开吧 汤姆赶紧沾了点水 将头发弄湿 披着条毛巾开了门 米格买了瓶酒送他 可怜巴巴的说 谢谢你能陪我说说话 然后一脸落寞的准备离开 汤姆一时心软 将米格请了进来 只喝一杯郁寒呢 米格愉快的走了进来 想脱鞋以示礼貌 一看脚都流浓了 别脱了 没事 直接坐沙发上了 男主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一杯酒下渡后 汤姆暗示他 我明天还要开会 言外之意是你该走了 但这里暖暖活活的 米格自然不愿意走 俩人聊起了汤姆的职业 男主说 我更想当一位作家 像查尔斯布克福斯基 那种小说家 米格说 这是我朋友啊 以前在纽约认识的 我俩可熟了 兴致盎然的坐下来 与米格边喝酒边聊了起来 四日清晨 你又接着回来了 问家里乱成这样咋回事 当得知男主把一个乞丐 周到家里喝了一夜酒 大发雷霆 男主对他说 人家米格可是个 实惊不昧的好少年 还懂写作 可尖锐只想让脏大叔赶紧走 别被他影响了工作 可男主却明顽不灵 尖锐被气走了 尖锐前脚刚走 米格就从浴室出来了 汤姆一看这眼神 您还是放了吧 稳稳的下烛颗令 你该走了 但米格说 我的衣服被你昨晚喝多了之后扔了 走不了啊 唉 明显是赖着不想走 于是 米格就这样在男主家住下了 俩一起谈天说地 好不快活 在米格的唆使下 男主和学校请了假 还指示男主去买烟 汤姆出去买烟的时候 同事斯蒂威打来的电话 转到了留言 可这些留言 却被米格直接删除了 还将男主的手机关机后 藏到了沙发店下 女友尖瑞又回来了 说自己给他打了好多电话都没人接 并劝他回学校上班 男主说 第一 我手机丢了 第二 我不想工作 米格已经去失业救济处填文件了 尖瑞听明白了 那乞丐在利用你 可男主不听却 见说不通 尖瑞再次离开了 于是 男主和米格过起了人不人 鬼不鬼的糜烂生活 仿佛与世隔绝了一般 钱全花光了 今天还是男主的生日 以前每次生日 奶奶都会给自己寄十英镑贺礼 这次去什么都没有 男主回屋后 米格偷偷翻出了沙发店下边的信件 无始点让汤姆奶奶 心中寄来的那十英镑 巨为己有 之后的日子里 男主越来越颓废 每天才在家中不出去 这一天 同事斯蒂威前来拜访 还给他带来了礼物 甜甜圈 看到家中乱成这样 他也很震惊 还对斯蒂威说起了米格 斯蒂威也没多问 临走前温柔的告诉男主 如果你想找人谈心 一定记得给我打电话 把斯蒂威打和走后 男主继续米格喝起了酒 这天接到了电力公司的留言 男主因亲非过多 家中的店直接被停掉了 这时米格回来了 和之前相比 他完全换了个人 穿上了新西装 还找了个体面的工作 翻出一张大票 施舍给男主 汤姆反而变成了 向人摇尾起怜的流浪汉 米格钻进浴室洗澡去了 这时杰瑞回来了 此时男主才明白 杰瑞才是真正关心自己的人 汤姆根本没什么米格 他是你幻想出来的 于是男主将杰瑞带到了浴室 可开门后一看 居然啥都没有 杰瑞说 你只是想用米格当借口 辞掉工作 干你自己想干的事 你的精神有点问题了 杰瑞还要去参加表演 说完先走了 米格其实藏在了门后 但这个米格真的存在吗 在杰瑞的帮助下 恢复了原先的样子 他很感激女友的付出 这时门铃响起 老友斯蒂威又来看他了 看到男主恢复了精神 他也很高兴 就进屋去叫杰瑞出来面客 可女友却不见了 斯蒂威一脸惊讶地告诉男主 汤姆 你不记得了吗 杰瑞之前就出车祸死了呀 男主却说 是他救了我 帮我摆脱了米格 斯蒂威见状 赶紧去给他拿药 可走进浴室后 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原来米格已经被男主 浸在浴缸里 死了 而汤姆还在坚定地说 他是不存在的 这个双重反转意外不意外 女友杰瑞的车祸死亡 给男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或许是因为思念 他分裂出了第二个人格 杰瑞 杰瑞才是那个 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而米格 斯蒂威 实际上都是真实存在的 而米格也中应自己的贪婪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在微信里 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 这有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里边的广告 宇哥拜谢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